阿里巴巴創办人马云 昔日的这番话如今一语成称 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底公告 蚂蚁集团旗下支付宝公司 变更成无实际控制人 换句话说马云18年心血全冲工 支付宝跟微信支付 两大一个金融体系 就已经管了14亿人口的 所有的一个十一住行 一个月是局前的这个领袖的话 他也会担心你控制了我的金融 那等于不是抓了国家的 这个安全的命脉 支付宝2004年成立 海内外八千万商家 以及十亿消费者 透过支付宝进行交易 一年就高达一兆比 站上中国电子支付产业龙头地位 成熟的商业模式 不只在中国市场 更推广到海外 中国政府把产权归国有 专家分析是为了推行数位人民币 那如果要发数位人民币 使用数位人民币 一定是要有这个 第三方支付系统 支付宝使用的比数 占整个中国的八成的话 那要推行数位人民币 相对来讲是不是容易许多 中国支付宝惨遭共产 专家点出 其实跟马云在2020年 在上海外滩金融会 公开批评中国脱不了关联 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 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 马云是属于江泽民派系 那对于习近平来讲 找机会拔除眼中钉 应该也是早晚的事情 2020年马云旗下 蚂蚁集团上市计划临时喊咖后 马云一路低调到几乎消失 仅仅在2022年现身 海南省武一所学校 如今支付宝收归国有 等于宣告马云退出中国金融舞台 静新闻最后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